哈喽,欢迎收看阿KU TV,我是阿波 那么新年快要到了 那么在新年的期间 在我们的桌上当然是想不了鲍鱼 是吧 那么今天我会做一个鲍鱼的料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OK,首先我教大家 怎样请你那个鲍鱼 尽量用小刀啦 现在没有看到小刀来 然后把它的内脏磨掉 好,非常简单 那么旁边 那些比较有黑色的呢 如果家里有牙刷的话可以用刷子来刷 可是我今天忘记带啦 就只是用水 用手轻轻的拿掉就好了 OK,这个就是洗好的鲍鱼 漂亮吧 OK,那我去插的过程就省得掉了 你们喜欢自己的方式斩切就斩切吧 OK,首先我们先下油 洋葱 姜 还有蒜头一起切进去 很横红喔 我要把那个包鱼紧 切 切 把鱼紧切 盖 把鱼紧切 这个鱼紧切 用鱼紧切 第一个鱼紧切 然后我们把鲍鱼焖 然后我们把鲍鱼焖大概一个小时半吧 因为这个鲍鱼比较小粒 在焖鲍鱼的时候,我们的火要关到最小 记得咯 我们焖了大概有十分钟 我们下那个酱料 蚝油 分量随便 大概一汤匙吧 然后少许的黑酱油 体色是哪样是为了 目的呢,就是为了调它的颜色 比较好看 大概一小分钟就好了 胡椒粉 如果觉得水不过的话,可以再加一点水 再焖 煮酒再滚多一个小时吧 好了,时间到哦 鲍鱼叻,鲍鱼变这么小之气的 我们好了,我们就上弹吧 好,各位 吃这么高级的食物 当然要配上高级的环境才好吃的 吃哪一个先呢? 就吃鲍鱼吧 其他都不用吃了 给阿福奇吃 切不到了 应该是你的刀不够力的问题吧 好,切到了 看 镜头过来一点 哇 出来了 来,我要吃看鲍鱼到这里哦 煮了两个小时哦 三个小时哦 很久不够了 三个小时啦 再煮下去就变鲍鱼仔 它就是鲍鱼的味道 好吃还是不好吃 什么鲍鱼的味道 就饱了 就饱了 就这么简单 就没有了哦 这么小红鱼 要煮上三个小时了 好像很麻烦哦 其实挺麻烦的 还行嘛 不要吃完哦 留点给我哦 我心机就是不一样 你的红酒呢 没有配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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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配红酒吧 现在看下红酒就可以了 好,那么看起来阿富煮了五星级的鲍鱼 那么现在我来教大家煮一煮这个简单版的很随便的 那么它虽然简单可是不逊色的 那么你看看我怎样煮吧 听起来它有气派啊 一定气派 好期待哦 就是华语不是有说什么 佛靠blablabla 人靠衣装 然后它在面靠chanel 现在已经 滚了这个水 然后放一点盐 盐呢要这样子放的 看到了吗 觉得到了吗 这样子就有点形式了 我不想学啊 真恶心 诶,我的鲍鱼 鲍鱼跑掉了 不想给你糟蹋 哈哈哈 你要先煮鲍鱼 大概 应该十分钟过了吧 不用煮上三个小时的啦 啊 可以吃吗 这是简单版的 十分钟 肯定吗 十分钟 哎呀五分钟也过了吧 我觉得 好 那么再来介绍这道菜的 金的灵魂所在 就是 阿兰吧 哈哈哈 这个 大家都会煮吧 哈哈哈 我不会叻 是啊 所以需要我来教你咯 哈哈哈 OK 然后 拿出那个 这包东西 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拿出来就对了 快手包鱼面 对啦 应该有十分钟了吧 我也忘记了 把粉倒进去 耶 魔力粉 感觉上用这个煮会比较高级一点 哈哈哈 我把它煮久一点 因为萝卜煮 不熟的话 感觉上会比较苦一点 大概 等一等 大概 不知道多少分钟 自己随便啦 喜欢吃金针布的人 一定超爱的 加米特别 等它滚一下 好 放面 相信这个大家都可以煮吧 哈哈哈 只有阿姑姑妹煮 阿姑姑是五星级的 我是煮 六星级的 哇好香哦 六星级的 无人坑打 OK 哇 煮面一面呢 最重要是 不要煮 这么久 哦 它不是煮的面 不是选料的面 哈哈哈 鲍鱼面 哈哈哈 OK 感觉上快要熟了的时候 把这个放下去 最后才放 这个不用煮太久的 然后一阿 再等 你看是不是超级简单 简单到爆啊 简单到一个点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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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不出 摆盘 好 各位 再通过我想要大肆的摆盘技术 这个鲍鱼面 已经有七八星了吧 什么啊 你摆的 想来吃 OK 是你摆的 当然 七八星 你看 应该有十个星了吧 啊 哦 硬了咬不斷 哦 我們小心講話哦 嗯,好吃好吃 好吃耶 那講了啦 十分鐘就搞定的 不需要兩個小時啦 如何 那個麵如何 是不是好像天堂的時候 對嗎? 哈哈哈哈 看你屬於龍啊,不准怎樣成功 我這樣也講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他就知道是他啊 看這個來自用山水煮出來的 什麼菜啊 好吃到沒話說 對啦 那麼,我們現在要繼續吃 我們十星級的麵 那麼,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 按讚,留言,還有subscribe啊 那就這樣啦,掰掰